最近Edifier在台湾推出这款QS30全音域蓝牙Soundbar Edifier另外一个比较熟悉的名字就是漫步者 Edifier在台湾音响喇叭界也可以说是性价比的代名词 他凭着亲民的价格、高级的音质表现 还有丰富的产品线 在音响喇叭市场之中拥有一席之地 那在音响喇叭界 Edifier的音质普遍是中低音表现比较突出 低音有力道之外也有清除的分离度 另外Edifier的入门书架喇叭还有电脑喇叭 或是高阶的落地喇叭跟家庭居员都有产品推出 而且他每一个领域都有让人很满意的音质表现 那这款Edifier QS30全音域蓝牙Soundbar的盒装内非常简单 它的主体是一台QS30的机身 还有一张擦拭布 它的连接方式是使用一条USB-A来连接 然后还有蓝牙无线连接 这款喇叭非常适合宿舍或是在家里小空间使用 它的宽是43公分 高有8公分 它的深度也是8公分 那像这样的Soundbar大小呢 非常适合放在27吋的荧幕下方 那我手上的这款QS30颜色是破晓白 那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破戒黑 那这两款颜色可以随着你的房间色系去做搭配 那像我就是非常喜欢银色金属加上白色简约的风格 所以使用这款破晓白放在电脑桌上面是非常好看的 这个QS30外可是使用全金属的烤机工艺 那正面四周围还有正中央都有无线镜的设计 那这个RGB灯光呢 你可以切换7种不同的灯效 那如果你在搭配电脑软体或是手机APP的话 可以调整各种不同的颜色 这个QS30正面有两个52mm的全音域单体 那内部呢是使用对称式的低音反射孔设计 那这个低音反射孔的设计呢 简单来说就是在喇叭的箱体两侧各有一个低音反射孔 它们的形状大小还有位置都是对称的 那这个设计有几个好处 第一就是喇叭发出低音的时候被推动的空气 会在这个低音反射孔里面流动 像这样子对称式的设计可以让气流更顺畅的进出 尽可能的减少乱流还有噪音 另外呢它也可以改善低频扩散的问题 让这个低音听起来会更自然饱满 那最后呢就像这样子对称的设计 可以有助于平衡箱体内的压力 可以减少箱体共振可以让声音更干净 那这两颗单体的输出功率呢 是2.5瓦加2.5瓦共5瓦的输出 所以使用一条USB-A的线供电就足够了 那这一条USB-A呢插上电脑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你想要切换蓝牙模式的话 按一下最左边的电源键 亮白灯就是蓝牙模式 再按一下亮红灯就是USB模式 那中间呢就是音量键还有暂停播放键 最右边的就是灯效键 那短按可以切换灯效 长按这个灯效键呢就是开跟关 那我自己是极简派啦 所以我通常会关掉这个灯效来使用 因为我不太喜欢这种赛博庞克风格的感觉 那无灯效的QS30搭配干净的电竞萤幕 超级好看 那如果你是电竞房的设计 你可以开启灯效跟调整颜色 去搭配家里的RGB灯条 好那这里其实还有个小细节 就是QS30的机身有15度的仰角设计 放在萤幕下方可以让声音尽可能的往耳朵高度发出来 这算是一个设计喇叭上面的一个小细节 那这个喇叭底部呢是使用防滑胶垫 所以滑鼠去撞到这个喇叭或是手去拨到 它不容易滑来滑去的 那最后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正中央的Adder Fire的logo 下方有降噪麦克风 不过你常常跟朋友在DC里面 组队打FPS游戏或是打Low 你可以直接透过这个QS30 来收音跟队友沟通 你就不用带着耳机很闷热的打游戏了 直接对着喇叭讲话就可以了 好你现在听到的就是QS30 机身麦克风收的声音 那我们跟麦克风的距离呢 大约是60公分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声音还OK啦 毕竟嘴巴跟麦克风是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像这样子的声音 你可以听到语音软体 手动把收入的声音提升一点 这样子语音软体的自动感应 就会比较容易触发 不然如果收音的声音太小的话 都有可能一句话都不会听到你说什么 好QS30的音质表现怎么样呢 单靠一条USB-A线 输出5瓦功率的音质表现 我认为QS30表现出来的音量 还有音质 一定是这个体积大小的极限表现了 那实际听起来的中高音 其实是明亮清楚的 它不是那种收音机很干扁 破破的那种声音 然后它中低音是非常扎实的 我认为QS30的声音已经很全面了 那我这边给大家听一下它的实际表现 我是使用iPhone的内建麦克风来收音的 好大家听完觉得怎么样 我自己觉得呢 拿来放YouTube影片 或是拿来玩黑神话悟空 都有很好的表现 虽然5瓦的音量是有一个极限在的 但是在室内使用的话 QS30的音量已经完全能够满足我的需求了 它的音量总共有16阶 调到最大声之后完全不会破音 反而最大声还会有一点音场 听了几首音乐和玩了机场游戏之后 真的会非常佩服Edifier的音响设计能力 这款QS30到官网下载它的PC控制软体之后 里面可以控制音量 还有三个不同的EQ等化器 那这个等化器分别也有音乐 游戏还有电影 那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不能自己调整等化器啦 如果你想要调整的话 你就需要下载第三方的程式来做调整 再来就是这个控制软体也可以控制灯效 那这个灯效还有颜色都可以在这里做速度 还有亮度的调整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无线连接 那QS30的蓝牙规格是5.4 它可以带来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还有覆盖范围 以及更低的声音延迟 所以你拿来玩游戏或是拿来看影片 都不会有很严重的延迟 那综合来说呢 QS30在这个体积还有价位 有这样扎实的音效 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选择 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 即使开到16阶最大声 它还是没办法大声到满足一个房间 开到最大声的最佳距离呢 大概是1.5公尺到2公尺之间 也就是坐在电脑桌前面 大概开到6、7层的音量是最舒适的 如果你在找一个升级版的电脑喇叭 这款QS30的简移约设计 还有扎实的音效 它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 记得开小铃铛 追踪我的TTIR IG 那我是一封Chris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